说到一期,我们先加水,加水的话,第一个是加水孔,第二个是液水孔,第三个是放水孔,液水孔要打开,现在我们加水 加水要加到液水孔有水出来,就不需要再加了 以后,加满水再装手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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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然后我们装手柄 装好手柄 我们开始通电 它会出现水流过滴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我们去怎么解决呢 这种情况我们要把它关掉 一气关掉 然后把手柄取出来 再开机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步先用螺丝刀捅一下这两个孔 让它空气排出来 对把空气排出来 排空气出来之后再关机 把手柄装回去 装回去之后再加一点水 把液水孔打开 再重新加水 加到液水孔 油水出来 对 对 然后 把液水孔拧回去 再重新打开设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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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然后 机器也可以正常去操作 我将指过来 正常操作 乙气不会出现任何问题